台北田徑場一早湧入大批民眾 購票排隊的人 讓工作人員忙不停 光是要進去看賽事 就得花上二十分鐘 不過再辛苦也值得 要為了誰來加油 楊俊翰 他很帥 然後跑步的時候就 跑步的時候更帥 對 為所有台灣隊的選手加油 走進場內 田徑民澎湃的心 早已敘事待發 做得滿滿滿 很多人等的就是他 男子短跑好手楊俊翰 以20秒66的成績 奪下今年田徑亞錦賽 200公尺冠軍 也是我國史上 短跑亞錦賽的首筋 有台灣最速男支撐 而這次賽前 他對世大運 一個毫不考慮的回答 有信心 讓國人士氣大增 而在預賽楊俊翰100公尺 也以10.33秒 以小組第二晉級 開門時楊俊翰就長旗 被寄予厚望 在亞錦賽先奪下一金 面對的是更大的世大運舞台 就看有自信的台灣最速男 要怎麼為國發威了 記者綜合報導 我們就在報告 發生了 記者維航